哎呦 停了 下来 你饿吗 进去吧 不洗 不洗 走了 你姐去幼儿园了 不出来 走 走了 这个鹅是今年7月上旬 就是带二宝六弯的时候 为一种碰档 然后买的 当时它特别小 就是在养的过程中 孩子也会给它喂菜啊 擦便便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 也是对它的爱心和责任心的一种培养的 有时候也会带着它去 去接送二宝上下幼儿园 孩子一去幼儿园 然后那鹅就在那一直站着 就不走 在那等了它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女女现在三岁半 她俩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嘛 玩的特别开心的时候 然后她就会去主动去啄她的头发 我感觉那都是最高待遇了 她就是特别喜欢的人她才会去啄 外人她不会 现在都养出感情了 就是跟家里成员一样了 最多的就是给闺女陪嫁嘛 然后说还可以带外孙 感觉那个鹅一直养下去的话 那不是能活四五十年嘛 四五十年呢 孩子也 陪嫁的话也够了 带孩子也够了 养鹅这件事 就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对孩子来说 可能也是一种快乐的经历吧 我相信它带给我们家的 还会有更多的惊喜